以成男就是这本书奠定文学地位的作家林海英 不但创作了很多受到读者欢迎的作品 也是国内纯文学的重要推手 而今年是她过世九周年 好友们特地筹划了一项林海英文学展 展出了她的手稿 也重现她当年实用的书房情景 身兼作家、编辑和出版人等多重身份的林海英 是台湾文学史上相当具代表的女性作家 当年文坛都尊称她为林先生 代表对她的敬重 个性爽壤爱好热闹的林海英 家里的客厅总是高棚满座 成为文人交流的重要原地 因为这些文人到我们家来真的是无拘无束 因为这个家就好像她自己的家一样 因为可以谈文学谈生活 或者是饮食什么都可以谈 为了怀念这位台湾纯文学的推手 文学界好友不仅重现当年被称作半个文坛的时光客厅 也展出她亲笔的手稿和作家往来的信杂 还有她的第一本书《东清术》 以及经典的长篇小说《城南旧式》的出版本 她的文学世界极为精彩 所以写起作品来特别有一种风格 是一般的作家达不到那样的一个程度 林海英在50年代担任联合报复刊的主编 她挖掘了许多台湾优秀的人才 不仅开创了复刊纯文学的风格 更奠定本土文学的基础 1960年林海英更创办了纯文学出版社 鼓励更多作家敬请写作 有时候我们写作的热情变淡了的时候 听到她说再来一段 就会很想说真正来她一段 这个就是她对我的一个鼓励 一生热爱创作也爱鼓励别人创作 林海英50年的文学生涯 就浓缩在这项文学展上将带领读者 一同重温令人回味在山的《城南旧式》 介绍员一雷七特别报道 谢谢